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 今天就是我和你们分享金文的时刻 最近既然7月13号已经过了 但是政府办法给我们的信息 就是我们还是要维持一段比较严谨的措施里面 虽然现在我们可以五个人出去 但是也只有两个人可以在这个公共场所 就是一起用餐 所以这个疫情从我们政府对这个疫情的 给的这个就是这种吩咐 要讲去处理或者给我们的这些制约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疫情随时还是有可能到 所以弟兄姐妹们要留意这段时间出门 就是尽量按照政府的指示 去的安排去做 我们这个华文部今天在最近回到这个可以说现场直播 和录音的这种情况还要维持一段时间 英文部其实他们已经在开始设法想要怎样的 只能够允许五十个人的这个聚会 那他们要怎样的去安排这个 也为他们祷告 有可能他们需要安排上校这个分段时间祷告 不然每个星期可能就五十个人左右可以来参加这个聚会 所以也记得会应付他们的祷告 那王父这里我们也是尽量的在想上办法 因为从圣经的教导来看我们都体会的到 如果能够聚在一起聚会那是很好 像上一次我们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开放了之后 我们去教会虽然坐着这个距离要比较远 而且不能够有这个时间来这个就是不能够分享什么 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很喜乐 因为见到了我们的弟兄姐妹 是面对面的 我们也可以想象将来跟主基督面对面 见面的时候的那种喜乐 现在我们虽然看不见他 好现在继续的今天我将会跟你们分享彼得前书 第三章 第一章三到六节 第一章三到六节 的前半部 我们在还没有开始之前 一起来祷告 我们在天的部非常的感谢你今天给我们这样的一段时间 今天我们给仆人有这个机会来和弟兄姐妹们分享这些 让仆人在圣经里面看到的这个经文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享受给我们的这些启示 也让我们在大家在这个你的经文里面 我们站立得我们 把一切交托在父神里身中 你来引导我们 把向我们施展你的恩典你的慈爱 这这段时间浪听的人能够明白 夫人 请求你来帮助 用很多简单容易明白的话 来讲解 说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神明 好 上个星期我们是看到的前书三到结 今天我们会继续 这段经文还是仰望神借着基督带来救恩 我们去面对这个苦难 我们先来读这一段经文 彼得前书一章第三节这样写到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 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我重生了我们叫我们得着有活力的盼望 可以得着不能 得着不能朽坏不能变污不能衰残 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你们这因信心蒙神能力保守的人 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时要启示出来的救恩 到了前书一章六节我们只读一半 因此你们是大有死了 在前面 我们谈到了彼得那个时候 他们在信仰上是在面对着 批破和患难的时代 然后我们看到彼得在写信的时候 他还是流露出了他还是在仰望神 对于当时的信徒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服务 他看着神的大怜悯 他带给信徒 看着神的大怜悯 带给信徒的这个救恩 他心里还是能够充满着喜乐 他也把这样的喜乐 借着这些信里面对神的赞领带了出去 所以在对神的赞领中 他普及中也在引导着信徒 看着神的这个恩典来奔跑 然后这是重要的 所以作为一个信徒 我们常常要仰望着神的这个大怜悯 他的恩典 看到别人的面对着各种各样的苦难的时候 或者我们也在其中 那我们要留意回去仰望神 在上个星期里面 我们看到在逼迫中 要继续的把神的把这个视线放在神的上面 不让这些所谓的逼迫 或各种各样的患难 转移我们的这个注意力 在患难中是最容易转移注意力的 整天看着患难说死了死了怎么办 但是当我们看着神的时候 你发现到一切事情都显得非常的渺小 因为没有一件事情是神不能够处理的 我们的心也可以安定下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要留意神 特别是在彼得前书里面这边强调 强调在其他书信还有其他的强调 但是我们在这里却看到 他留意神的怜悯 是神的怜悯为我们带来的 这个活的这个拯救和盼望 我们要常在这个苦难中去思索 思索我们苦难过后所面对的 将来会面对的 神给我们的在基督里的 这个各种丰盛的盼望 那么我们在患难中就很容易的持续去 去跑这条路 而我们上个星期 带出一点 今天稍微做一下总结 是在旧约里面神在西南山下 向摩西什么 显明了他的这个启示 看到就向他让摩西知道了什么 知道了神他的怜悯给他的公义 以至摩西我们看到他为以色列人求神的赦免 那时候以色列人在西南山下 摩西上上领受这个法板的时候 他们在山下就开始拜偶像 结果领起神的愤怒 那我们就看到神如何的启示摩西 看到他自己的性情的时候 摩西就懂得这样去为这些人祈求 那出埃及第34到6节 一直到第9节这样写到 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 耶和华耶和华神有怜悯 有恩典 恒久忍耐 凡有良善的真理 为千万人存留怜悯 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 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必追讨这罪从父辈到孩子们 到孩子的孩子们知道三世代 所以摩西这时候我们看到他就急忙负于地敬拜 他说主啊 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 因为这是印着景象的百姓 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 以我们为你的产业 所以这是对神的怜悯 有一个神向他启示之后 他对神的怜悯和神的公义审判 一个认识之后 他向神做出了这个请求 所以我们必须要对神的怜悯 掌握着他 在患难之中发生到我们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在患难中做错的事情 那么我们不敢来到神面前 其实神已经很清楚的向我们表明了他的怜悯 那关于这方面的教导 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所以今天我会引用多一点的经文 让你们看到 其实圣经很多有关于神怜悯的教导 这些我相信都能够对弟兄姐妹们起做一定的作用 在他们的信心里面 所以今天我会让你们看到多一点的这个经节 有关怜悯的神的怜悯 马太福音9章13节这样 耶稣向当时的这些人谈到 那我喜爱怜悯 不是献祭 这句话的意思 你们且去揣摩 我本来不是召义人 乃是召罪人 你看耶稣其实叫我们去思想 神喜爱怜悯 而不是我们献上的祭物 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大多数的人在 我记得以前在这些拜拜其他的 这些所谓神的时候 还没有幸福之前 看到他们是献祭献 或者献什么的 需要通过这些来讨到神的喜悦 那么我们也知道在旧约里面 新波来人犹太人也是这样 需要献上一些初熟的这些果子 或者是初熟的这些农作物 那么他们会以为献上这些东西其实是最重要 当然我不能否认这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神在这里把太尾里面 耶稣的教导 却让他们看到 神说我喜爱怜悯 不是陷阱 叫这些犹太人他们的领袖 好好的去思考这个问题 他说这句话的意思你们写全去传 要好好的事情 所以我来本不是招义人 乃是招什么罪人悔改 他原来他来到这世上 他其实是要向人显明他的怜言 就是他要来招罪人悔改 给罪人有悔改的机会 这是耶稣让我们看到 那么在太福音第十二章六到八节里面 将写到 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 一人比殿更大 我喜爱怜悯不是陷阱 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 就不将无罪的当着有罪 因为人只是安息日的主 再让门徒 这句话是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耶稣带着他门徒出来 门徒饿了 然后他就去掐这个麦税 然后他来吃 结果法利撒人看到了 就责问这个耶稣 为什么他允许他的这个 因为那时候是安息日 就允许他的这个门徒 在安息日做这样的事情 而他认为这个就是 这是一个犯人徒房的罪 但是耶稣在这里却引用这什么 旧约里面所启示的这些这个经文 来让他们看到 其实他作为一个安息日的主 因为人只是安息日的主 他作为一个安息日的主 其实他也就是神本身 他是喜爱怜悯的 他是喜爱怜悯的 他不是喜爱献祭的 他是要来召聚的 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 这样的讲解 对于任何一个什么 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他说这里有一个人比圣殿 这个殿更大 就是指着他自己 如果他的意思是 你们法利撒人要好好的坐下来 去想一想这个问题 当你们明白圣经所说的这一句话 你们就不会将 无罪的当做是有罪的 其实在旧约里面不只是 安息日 犯了这个 似乎是犯了律法的这种事情 但是神却没有去计较的 一件问题 就是曾经有人吃了一些 不是他们应该吃的一些 他们有这个 就是身份地位去吃的一些食物的时候 看到了神并没有阻止他们 其实神有怜悯 人肚子饿的确是需要吃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 耶稣说他自己就是安息日的主 他是喜爱怜悯 而不是献祭 再让我们看 马太福音17章15节 这里又记录了一个这样的人 主啊怜悯我的儿子 他神经是常痛苦的很远 随时跌在火里 随时跌在水里 他要求耶稣来什么 来救他的儿子 他说什么 主啊怜悯的儿子 你看到吗 他看到的就是主的怜悯 他知道主是怜悯的主 因为耶稣在这段时间里 不断地向他们启示着这样 关于神他的怜悯 他来是拯救罪人 他怜悯罪人 他知道我们实际上是在 在罪恶之中 被这个罪捆绑 其实他就是要帮我们解决 这个罪的问题 当这个人来求耶稣的时候 那我们看到的 他注视着什么 耶稣他的怜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是对主的爱 对他儿子本身的爱 加上他对主的怜悯的认识 让他来到主的面前祈求 在路加福音里面 我们又看到了 这个玛利亚 他在对主 可以说对主的一个赞美 这段话 是在一章50到54节 路加福音一章50到54节 他用怜悯 他的怜悯在敬畏 他的怜悯在敬畏 他的人身上 知道死世代代 再次的带住了神 他的怜悯 他用绑地施掌大能 用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 就被他赶散了 他把有权势的人 从他们的位上推翻 叫卑贱的身高 叫饥饿的得宝 美物 叫富足的空手围去 他扶住了他的仆人 以色列 为要纪念他的怜悯 看到吗 他能够知道 其实神扶住以色列 就是为了纪念他的怜悯 神要我们人留意他的怜悯 在路加福音第六章35到36节 同样的耶稣也向众人 也向众人显示出他的这个什么 也是显示要人留意着父神他的怜悯 六章35到36节里面将写到 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 并要借给他 借给人不指望偿还 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 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女 因为他恩戴纳不知道感恩和作恶的 所以你们要怜悯 像你们的父怜悯一样 留意 因为他恩戴纳不知道感恩和作恶 所以在这里我们常常都 对这些不懂得感恩和作恶的人 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非常的瞧不起 甚至我们心里念他们 我们应该厌恶他们所做的罪 他们这些罪 但是我们不是厌恶着他们这些人 我们都希望他们能够悔改 所以耶稣在这时候告诉他的门口说的 讲得很清楚 所以你们要怜悯 像您的父怜悯一样 的确我们的父神真的就是 当我们一想到父神是那么怜悯的时候 我就很有勇气来到他面前 很多时候我们一想到我们犯错了 我们不敢来到神面前 其实神是非常有怜悯 当然不是对不同的人 神多时候以不同的方式 有些人他是 向他显明更多的一点怜悯 有些人他会对 他对这些人的要求也可能比较严肃一点 或者是不是少了怜悯 而是他知道哪一些人要在哪一种情况之下 去以哪一种方式来对待他 有些人你太过怜悯 他反而是太过 他会放纵 但是我们知道当一些人真的需要怜悯 神他始终都带着怜悯的心 来怜悯这些人 当我们需要怜悯的时候 他一定会怜悯 我们再看路加福音 第十八章 第十一到 第十四节里面 这样的一段记录 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 神啊我感谢你 我不像别人的说 不易牵引也不像这个税吏 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 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 那税吏远远的站着 连举目望天也不敢 只垂着胸说 神啊远远我这个罪人 然后耶稣用了这个例子 告诉他们的时候就 得了这样的一个 告诉他们这样的一个 一个结论 我告诉你们 这人回家去 比那人捣算为义 因为还至高的必将为悲 谦卑自己的必身为高 所以税吏知道自己是罪人 我们看到带着谦卑的心 他来到神面前 他要求神的怜悯 而我们很多时候 因此他得到神的喜悦 而很多时候 我们并没有看到自己的罪 而觉得我们做得不好 敢敢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我们这时候却忽略了神的怜悯 当我们做得越好的时候 其实我们反而很多时候 会高傲起来 觉得我们做得很不错 这时候我们就很容易 失去了怜悯的喜悦 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留意这一点 神是怜悯的神 他要我们和太阳的怜悯 再让我们看罗马书 11章32节 因为神将他们所有人都圈在不幸之中 他便可以失怜悯给众 原来保罗在写 关于神的救恩的时候 他到最后一个结论 他说神其实要将我们所有的人 都圈在不幸之中 为什么呢 其实他就要什么 失怜悯给众 这句话我们好好的去想 我们常想我们的信心不足 或者是我们很难去相信神 我们虽然相信 可是很难大出那一步 但是你去想一想 其实神把众人都圈在不幸 就是说他对这个不幸 他就是为了要怜悯的 所以当我们发现信心软弱的时候 我们更应该果坎的来到神面 想着神的怜悯 你们就有信心来到神面前 因为他是要失怜悯给你 但是我在这里讲 不要因为我们自己是很软弱 我们就借此机会去不断的犯罪 圣经上并没有这样的一个交流 而是当我们真的是很软弱 我们发现到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很多时候不能够站立 我们都要来到神的面前 祈求他的怜悯 看着他的怜悯 所以就算在患难之中 我们发现到我们可能是因为一些事情做错了 我们还是要做得不好 我们承认了 我们来到神面前 赶赶的 来要求神失怜悯给你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助班的怜悯 劝你们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 保罗在讲解的神的救恩之后 整个神的救恩里面充满着神的怜悯 在第十二章第一节 当他开始要求 圣徒怎样去过生活的时候 我们发现到他说 所以弟兄们 欢迎神助班的怜悯 助班不是一个两个 而是各种各样的怜悯 劝你们将身体献上 所以我们是因为神的爱和他的怜悯 我们献上我们自己 当作活祭 来为神所使用 来侍奉神 这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看着神的这个助班的怜悯 是非常重要的 去了解神的怜悯是重要的 雅各书二章十三节 更是这样的写道 因为那不怜悯人的 也要受无怜悯的使叛 怜悯是向使叛夸圣 这句话讲得更是非常清楚 我们本身就是必须要有怜悯 不然要受无怜悯的使叛 为什么 因为神本身就是要我们有怜悯的心 像他一样 所以当我们有怜悯的心 我们很奇妙的 我们也就开始懂得怎样的 去带着怜悯的心 去帮助我们四周围的人 显明神他的怜悯 如果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发到我刚刚不跟说 我们奥罗神明不想我自己 在出信的时候 我常常看着神他的怜悯 一做错了 我就不敢来到神的面前 看着神的圣洁 一做错了 都不敢来到神的面前 但是当我看着神的怜悯的时候 发现到我就很无意 如果我在信心里面看到神的怜悯 相信神的怜悯 那我就有这个胆量来到神的面前 就因为这样的一个怜悯 更加的渐渐的在怜悯里面 会产生一个怜悯的事 这是很重要的 对神怜悯的认识与相信 是我们在患难中 而能够继续仰望 继续的仰望他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算犯错了 我们还可以勇敢来到神面前 他必须可能 就是从律法上来讲 是必须要用石头打死的 因为他占有了别人的妻子 也把别人的丈夫好像给用计谋给杀了 但是神到最终他还是果敢来到神面前 毕竟以色列 他是以色列的王 他犯了这样一个严重的错误 的确会影响到他与神的关系 但是同时我们看到他的这个愿意悔改的心 神是多么的愿意的联谅他 而上个星期我们也看到了 就是父神借着这个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重生了我们 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复活 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我们进入神的国度 因为成为一个新 就是一个在基督的宝水里洗净 我们可以进入神的国度 这个圣洁的国度 我们不再是属于地的 而我们是属于基督的一群人 所以这个重生也是叫我们有的这个 非常活的这个盼望 这是父神怜悯给我们的信徒所带来的 在基督里有生命的 在基督里我们是一个有生命的 活的盼望 这也是上个星期我们看到的 我们在这个盼望里面 我们会得到一个不会朽坏 不会被玷污 也不会衰残的在天上的这个基业 对 当我们说这个盼望是活的时候 当我们说这个盼望是活的 因为我们有这个有生 我们一定会什么 我们一定会得到 这盼望是活的 因为我们有永生 我们一定会得到 而因为盼望你的东西是天上不会死坏 不会玷污 不会衰残的 所以我们得到的一定不会失去 我想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 谈到活的盼望 谈到活的盼望 有一个父亲曾经答应过他的孩子 如果你读到大学的话 你读大学的话 你上了大学 那我就买一部汽车给你 结果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孩子就很高兴的 然后要去读这个大学 非常的努力 结果我们发现到这个孩子 他离开了这个世界 因为一个意外 他死去了 结果他的这个盼望就没有了 因为他会死去 所以你发现到活的盼望因为我们是有永生 所以这个盼望是活的永远是存在的 但是这个孩子 父亲要给这个孩子的汽车 孩子不能得到 因为孩子没有永生 他会失去的 因为他的死 同时另外一种情况也发生过 就是一个父亲他答应了孩子 做到了某些事情之后 他就会帮 就会给他一个礼物 他的孩子高兴兴的盼望这个礼物的时刻 当然这必须要经过可能一番的努力 他才能够得到 但是没有想到 就在他快要完成的时候 他的父亲就离开了 或者他的父亲甚至破产 不能够把他的盼望 所盼望的这个给他 所以他父亲死了 所以盼望也跟着没有了 这样的盼望是不是活的 不是活的 是会失去的 而且我们也看到 当这个儿子到最终 他可能毕业了 父亲也在 但是父亲却把这个 一部汽车 真的是送给了他 非常大的汽车 架了几天 或者架了一年 这部汽车在半路上坏了 你不发现到这就是会死坏 或者再经过一段时间 这个礼物就会没有 这些盼望都是会消失的 会失去的 他们都是活的 地上的盼望是会死的 但是天上的盼望却是活的 我们带着永生进入这个盼望 也能得到的 也是一个活的 永远的 所以耶稣这样的教导 不要为自己 祭藏财宝在地上 地上有虫子咬能绣坏 也有贼挖扑窿来偷 但要祭藏财宝在天上 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绣坏 也没有贼挖扑窿来偷 我们的财宝落在天上 我们的盼望在天上 那里是永远远的 不会坏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 而耶稣说 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这地上的东西坏的都会过去 就在天上 而我们在主里面的永生 是扎扎实实是活的 那今天我们继续的来看彼得前书 现在才继续的 我们来看彼得前书一章第五节 第六节 你们这因信心蒙神能力保守的人 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是要显示出来的救恩 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 我们首先来看你们这因信心蒙神能力保守的人 现在先来看这个信心 西伯来书 第十一章六节就说到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他的喜悦 我们必须要有这个信心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 但是这里我首先要谈的是 到底这里谈到的信心是指这样的信心呢 是不是指指病的信心呢 还是在生活里面我们某个时候我们要求祷告神 神啊我要这样东西我要那个东西 是不是这种信心呢 当我们留意着这个经文 他说 因信心蒙神能力保守的人 还有就是得着所预备到末时要启示出来的救恩 从这两方面来理解 在我看来他谈到了信心的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相信神借着耶稣基督带来的福音的这个信心 就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的这个信心 就是一般上我们所说的就是这个救恩的信心 另一方面他谈到的是在患难以逼迫之中 继续的信靠神等候基督再来的一个信心是 这信心就是指神相信神借耶稣所应许的这个拯救与保守 我们到他来的时候我们这个救恩就会完全的什么 就会完全的实现神给我们的应许 在旧约里面我们就已经看到了这个信心是很重要的 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八节 要不拉罕因着信心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 将来要得 往将来要得唯一的地方去 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 我们看到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 首先谈到人非有幸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接下去他 我没有念完这段经只用了前半段而已 那十一章八节接下去两节之后 就谈到了亚伯拉罕的信心 就谈到他蒙召的时候遵命出去 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 他因着信心就在所应许之地寄居 好像在异地居住藏盆里 那共同继承一个应许的笔萨雅各一样 所以他因着信心他就走了出去 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亚伯拉罕是因信心 而接下去我们看到 因着这个信心 亚伯拉罕搭出去之后 他创世纪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创世纪里面我们 可能就没有谈到他的信心在这方面 但是他搭出去其实就是信心的 迈出了信心的一步 而他在创世纪里面我们 他出去之后不是没有事情发生 从创世纪里面我们发现到 他带着信心出去之后 接下去就发生了一些事情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神是如何的保守 在创世纪12章 第9一直到第17节里面这样写到 后来亚伯拉罕又渐渐迁往南方去 那帝遭遇饥荒 因饥荒很大 要不然就下埃及去 要在那里站住 将近埃及 他就对妻子撒来说 现在看啊 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 所以埃及人看见你 必说这是他的妻子 他们就要杀了 却叫你存活 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 使我因你得平安 我的魂也因你存活 后来亚伯拉罕到了埃及 埃及人看见那女人极其美貌 那真实真的是撒来非常的满 每当圣经描写极其美貌就是真的美 法老的承载看也看见了他 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 那女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家中 所以法老因这女人就后代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得了许多牛羊 和驼公驴 母驴 而男虎女虎 所以耶华因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来的缘故 我们就看到了降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 那么法老就召了亚伯拉罕说 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 为什么没有告诉她是你的妻子呢 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 以致我把她带来要做我的妻子 现在你看 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她走吧 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拉罕和他妻子 并所有的都送走了 我们留意到一点 就是要不然你信心回应神的应许 他走出了那一步的时候 其实他去哪里 圣经说他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 但是接下去他在这个应许之地之后 就发生了一些事情 不是说走出去之后就没有事情 这时候神就发生了一些事情 当时出现了这个旱灾 他必须找一个地方 因为他是牧羊的 羊各方面都需要有这些草 或者是来吃 甚至他自己本身也有一些用人 那他这时候也是需要的 需要怎么说 去喂养这些 那他自己本身也是需要 我们留意到 其实这时候他并没有求问神 他这时候就往埃及去 接下去发生的事情 刚才我们读到了 去到埃及的时候 他的妻子 因为真的是太美了 他也害怕他的人 因为他的妻子把他杀了 就要求他撒来说 你说你是我的妹子 那就没有问题 结果这件事情大了 结果法老就觉得 这既然是你的妹子 我就把他娶了过来 因为他是在泰米 而还因为他的撒来 他好像是他的妹子 实际上我就把你把你的妹子许配给我 当然要把很多的这些礼物送给你 但是我们却看到这件事情 神是怎样的保守 神为自己给亚布拉罕的应许 因为他已经做出了信心的药 结果他保守了亚布拉罕的妻子撒来 可以看到 接下去法老在知道耶和华降灾的时候 他并没有像亚布拉罕当初所害怕的那样 在十二节里面 亚布拉罕说 所以埃及人看见你 并说这是他的妻子 他们就要杀我 却叫你除你 事情并没有亚布拉罕想象中的那样 为什么 那是因为神的保守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这里 耶和华因亚布拉罕七子撒来的人物 降大灾于法老他们全家 所以法老和全家他们其实是非常清楚的知道 这件事情是 是耶和华跟他说的 肯定的神在保守着这一个人 所以法老坦白说如果 如果没有神的这个保守在里面 法老可能真的已经把这个亚布拉罕给杀了 因为他实在是欺骗这个法老 但是他却让这个什么 亚布拉罕离开 打发他走了 就因为有神在背后保守着他 那亚布拉罕因为 阿汉灾而下去这个埃及 虽然他对在这件事情上面处理的并不好 亚布拉罕却在汉灾里面 就发现到他从埃及那里得到了什么呢 得到了许多的牛羊 罗陀公驴和母驴男扑女扑人 看到吗 就在创世纪第12章16节 这是什么 这是神的保守 在遇见汉灾的重情况之下 要不然居然能够得到这些东西 因为他大出了信心 而在新约里面 我们从此也可以看到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彼得 路加福音22 31 直到34节里面这样写到 主又说西门西门看啊撒旦想要得着你 好塞你像塞麦子一样 那我已经为你祈求 叫你不至于试了信心 你回转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 彼得 对他说 主啊我已经准备好了 和你一同下肩一同受死 耶稣说 彼得我告诉你今个鸡还没有叫 你要三次否认 说你认识 所以彼得一开始 其实我们看到这里 他其实是有信心的 他基本上根本是相信 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这一件事情 所以 所以路加22章32节里面说什么 叫你不至于是有信心 所以他一开始是有信心的 但是我们也知道耶稣 他本身知道撒旦想要得着这个彼得 而彼得却就因为自己自身的这个骄傲 就在这个 就在面对这环境给他的这压力的情况之下 他三次的他不认耶稣 显明的耶稣其实知道什么 彼得他的软弱 已经为他祈求 叫他不至于失去信心 这是神的保守 而我们也接下去要留意到的就是 蒙神能力保守 这个神是有能力保守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 神说我会保守你 却不能够保守你 那他就是没有这个能力来保守 要留意神说得到 他做得到 不像我们人 我们有时候很多时候答应过别人的事情 我们做的不好 也做不到 结果 就连累了 有时候我们 希望真的是能够帮助到一个人 但是很多时候预想不到的事情 在我们不能应付的这种情况之下发生了 结果我们就做不到 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 我们要留意神 我们有这个能力来保守这种 使徒行传23章 这里 11一直到 这里 会很长 11一直到第24节里面 然后你们留意 在使徒行传里面 当时保罗去到耶路撒冷之后 他就被捆绑了 被抓了起来 这是神早之前已经跟他说过 当时他在这些法利赛人和撒族干人面前受审的时候 他受审之后 当时受审之后 他就又被丢进回这个牢里面 我们看到使徒行传23章11一直到24节里面这样写到 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 放心吧保罗 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 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 他说了这样的话之后 接下去就会立刻看到 耶稣是怎样的去保守他 虽然这里面似乎我们看不到 说神在保守 其实神已经在保守 使徒行传23章12节开始 到了天亮 几个犹太人同谋发纵 启示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 这是非常的 就是必定要得逞 这样同谋的有40多人 他们来见祭司长和长老说 我们已经发纵起了一个大事 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什么 现在你们和公会要告知千夫长 叫他明天带下保罗到你们这里来 假装要详细考察他的事 我们已经预备好了 不等到他来到跟前 就杀他 首先留意一下这些人 居然能够跟公会 其实这种事情不应该做 但是我们却发现了他去跟公会 公会里面的都是这些大名物 就是法利赛人跟撒布干人 就是先前曾经要审问保罗的 就是千夫长要求他一起去 在场要去审问保罗的这一群人 这些人居然去告诉这个公会里面的人 要求工会他们去告诉这个千夫长 叫他明天带下保罗 就是说在这之前 他们千夫长是要求他们过去 现在他们要求千夫长把保罗带下来 他说什么要详细考察 假装是神最不喜欢的 这种不能够坦诚的去面对 而以一个公开的方式来通过这个律法 来解决他们的问题 而是通过这些卑鄙的手段 说可以用一种体肉的手段 来解决这个保罗 所以使徒行传23章16节这样写到 保罗姐妹的儿子听见他们设下埋伏 就来到营楼里告诉保罗 保罗就请一个白夫长来说 你领这年轻人去见千夫长 他有事告诉他 这两节里面看过去好像没有什么 但是其实看到的就是神的保罗 会发生吗 一定不会发生的 他们一定怎样都杀不死这个保罗 为什么一定不会得逞 因为神已经 耶稣已经讲了 他又会在什么地方做见证 现在都还没有去到我 肯定会有事情 而就在这时候 我们看到28节 就说于是把他领去见千夫长 说被求的保罗叫我到他那里 求我你这年轻人来见 他有事告诉你 千夫长就拉住他的手 走到一堂思想问他 你有什么事告诉我 他说犹太人已经约定 要求你明天带下保罗到公会里去 假装要详细查问他的事 你切不要随从他们 因为他们有40多人 白夫已经起誓 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 现在预备好了 只能读病 接下去我们看到 于是千夫长 打发年轻人走 祖父他说 不要告诉你 你将这些事报名 千夫长便叫两个 两个白夫长 说预备步兵200 马兵70 长枪手200 今夜第三个小时往凯撒利亚去 也要预备出口叫保罗骑上 护送到总督菲利斯那里去 你发现到这简直就是完全不可以想象 保罗我相信他自己本身都并不知道 他居然会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 你这么隆重 叫200个步兵 马兵70 长枪手200 护送他一直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就是总督菲利斯那里去 这是神的保守 而我们在一直往下读的时候都看到了 保罗他有一个心意要去罗马 神把他带到罗马去 但是却是很多东西 虽然天中有很多事情在发生 但是他到最终他必须到了 《使徒行传》28章11节 过了三个月我们起乘上亚历山大的 这船的标记是卡斯特匹帕勒克 是在那海岛过了东的 到了叙拉谷门停破三天 又从那里绕行来到利基翁 过了一天请了南风 第二天就来到布丢利 在那里遇见弟兄 请我们与他们同住了七天 这样我们来到了 我们来到了 那里的弟兄一听见我们的消息就出来 到亚底狂产和山地方临见我们 保罗见了他们就感谢神 放心 保罗见了他们就感谢神 坦白说 当我想起保罗在牢狱里面听到 耶稣所说的那一句话 他并不知道他怎样的会去到这个罗马 但是神却保守他 知道他什么 去到这个罗马 在一切的事情上面 保护着他 所以神有能力保守 同时他也知道将来会发生的事情 这点我们要留意 所以创世纪15章 13到16节这样写到 耶和华对亚布兰说 你要的确知道 你的种子必居居别人的地 又服侍那地的人 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 四百 你看到吗 神知道将来会发生的事情 并且他们所要服侍那国 我要审判 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 但你要想大寿宿 平平安安的归到你住 被那里去 被人埋葬 到了第四代 他们必回到此地 因为亚伯利人的罪念还没有满 这里我们看到了神的预知 他也是时刻的 给这个将来的整个情况 他都知道要怎样去除 他怎样去保守 同样的看到先前 除了谈到彼得的信心 你看到的是耶稣 其实在保守这里 那个彼得 使徒彼得 所以如果我们是相信神 我们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这死人 我们接受了他做我们的救主 我们既是他所拣选的 那他也会像保守 保罗一样 保守这个 而更重要的就是当我们离开的时候 发现到在天上的这个产略 我们还是能够得到 因他为能保守 接下去我们再来看 必能得着所预备的 必能得着所预备的 到末时要启示出来的救恩 这段话也可以这样翻译 必得着预备到末时要显现出来的救恩 要了解这一段话 先来看一看 约翰一书第三章二节 就说到 蒙爱的人 我们现在是神的种子 我们将来如何还未先 但我们知道 当他显现的时候 我们必要向他 因为我们必得见真实的他 这就是他为我们预备的 这个救恩其中的一个部分是 我们必得见他 而且更重要的是 我们必向他 很多时候救恩 我们都是在想说 哎呀 神的救恩就是天堂第一 其实不是 神的救恩里面 包括了我们会向基督 包括了我们整个人的改变 我们现在还在这个肉体里面 当然 我们将来就是等候这样的一段时间的到来 然后我们会身体上的改变 当他显现的时候 我们必要向他 那是多么美的一件事情 这是神救恩的一个部分 在罗马书8章14 一直到第二十三节里面将写到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 他们就是神的儿子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 人就害怕 但你们所受的是得儿子的 儿子名分的圣灵 因此 呼叫阿爸 圣灵我们的灵同正 我们是神的儿女 既是儿女便是后世 我们是神的后世 和基督同做后世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 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我想 我接下去保罗说 现在的苦楚根本不配 以将来要险于我们的名要相比 受造之物 切望等候神的重彰显出来 因为受造之物不在虚空之下 不是自己愿意的 乃是因为 那位同样在盼望中顺服的 因为受造之物也要得以脱离 败坏的无意 进入神儿女荣耀的自由 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探戏 饱苦之道如今 不但他们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出属国子的 也是自己心里探戏 等候着得儿子的名分 基于我们的身体得属 所以刚才谈到的前面 我们在前面谈到的 必能得到所预备到时要显现出来的 到时要启示出来的这个救恩 这个救恩并不是要启示出来的救恩 这个救恩我们知道 其实就是神要给我们的 已经启示出来的救恩 但是到当启示这个字 我刚才翻译了 也可以翻译成要显现的救恩 其实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救恩是怎样的 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的得着 将来当我们身体改变的时候 这个救恩就完全的能够显现出来 那时候我们在这个新的身体里 我们就可以完全的体会得到 什么叫做一个 把耶稣给带给我们的这个救恩是怎样的一回事情 那时候我们就会完全的理解 这时候就是这个救恩是完全的向我们显示的 同时我们当回到这个就是神所 神进入神的活动的时候 我们看到更多的东西 我们将会得着神儿子的迷分 到底那是怎么一回事情 我们到时候会更加的清楚 更加的体会得到 而且我们也留意到 我们将会进入得享神得你荣耀的自由 那现在我们是不是一个自由人呢 其实并不是 所以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 也必和他一同的荣耀 这是救恩的一个结果 到时候就会体会得到 进入神儿女的这个荣耀的自由 这也是救恩的一个结果 这结果是我们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才能够实现 那我们也看到 我们现在在肉体里面受苦 所以我们在心里叹息 等候着得儿子的名分 看这一点 我们也可以从罗马书 第七章二十四二十五节 保罗在谈到他自己的这个 挣扎的时候也谈到 他说我真是可怜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 我借这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感谢神 因此我以内心服侍神的律 我的肉体却服侍罪的律 我们今天只要还在这地上 你发现我们的肉体就会 因为这个服侍这个罪的律 我们一直在有这样的一个征战 我们要么顺服肉体 要么就是去顺服着这个圣灵 我们基本上其实就是要顺服这个圣灵 但是到了耶稣显现的时候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因为我们的肉体改变了 我们得着的这个完备的这个救恩 进入神的活度 享有着神在天上所给我们的一切 基耶 同时我们也留意到 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50节 一直到第54节这样写到 弟兄们我告诉你们 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果 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 看啊 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奥秘 我们不是都要睡觉 不是都要睡觉 而是要改变 因为就在一撒时眨眼之间 在这最后的炮脚吹响的时候 因炮脚要吹响 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 我们也要被改变 这必朽坏的 定要穿上不朽坏的 这必死的要穿上不死的 这必朽坏的将要穿上不死的 这必死的要穿上不死的 那时候 经上所记 死被得胜 通面化 旧一面 所以我们看到 当我们穿上不死的时候 那种旧恩里面 完全的显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 那种情况是怎样 不确我们 必会得着这样的一个旧恩 末时要显现 要揭发出来 我们现在虽然已经知道了 但是到那时候才完全的启示出来 并且显现出来的旧恩 所以因此 我们是大有喜乐 接下去我们看 因此我们是大有喜乐 喜乐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耶和华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 在西米记第八章十节里面 当时他们都因为看到这个耶路撒冷城重见 他们听到这个律法 他们念的这些律法里面的教导 给解释清楚的时候 当时的这些以色列人都无类了 他们这时候才议法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不知道律法的这个优点 当我们跟随这个律法去做的时候 其实会受到很多的 就不会面对着 许许多多 可能在面对的各种各样 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像以色列人一样 当他们读到这些律法 他们就发现那多么的美 为什么他们的祖辈要去违背这些神的命令 或者是神的旨意 所以当时他们哭了 这时候我们看到 尼西米的八章十节就这样写到 他又对他们说 你们去吃美美的喝甘甜的 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 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 圣热 你们不要忧愁 因耶和华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 是的 耶和华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 大卫对此也是非常的了解 在诗篇 第十六篇 第六到第八到第十一节里面这样写的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 因为他在我右手边 边不知动摇 因此我的心欢喜 我的荣耀快乐 我的肉身也要在盼望中担心 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 也不叫我的圣者之间行坏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 在你面前满满的喜乐 在你右手边 永远的福乐 永远的福乐 我们就会有这个大喜乐 那这个大喜乐正是我们去面对 这些患难 而这个逼迫的我们主要的这个力量 这是重要的 所以我 我们人生里面有非常多的困难 我们在这世上要面对 有些是我们的错误造成 有些是别人的问题造成 当然有些不是错误 有些是因为竞争 是会造成的一些问题 虽然也有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的信仰 所造成的 跟这世界跟属天的 不能够在一起 翻到就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逼迫 我是多么希望我们每个信徒 能够都得到这样的一种使得 所以我们要留意着神 他连也有大理的救恩 常常去思考去读去明白他 这是非常重要 而我也希望很多在世上的人 不得着这样的一种救恩 让他们也和我们一样 享受着正在救恩里面 体会到神会给我们这种大喜乐 以致我们能力的去面对和应付着 我们每天生活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这种 但是我知道有很多人 在分享福音的时候他们不信 没有兴趣于这个神他的救恩 因为对他们说 这个什么 天堂地益 不是他们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必须说 虽然你们可能对天堂地益 没有一个很觉得真实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相信你们都懂 因为神给我们一个良心 我们都清楚的知道吧 每个人都会犯错 有时所做错的一些事情 我们也知道需要一个交代 那我们要向谁交代 那我们其实像神一圈要一个交代 按照地命 根本都有一时是后切有时盼 这是非常重要 每一个宗教都谈到这一点 今天就要把我们基督教给我们这个教导 带给那些还不认识主的 耶稣来到这世上 其实他就是要给我们这个救恩 他不是要审判 首先 乃是要来远免我们 我们很多时候做错的事情 或者想做好 但是我们做不好 可以告诉我们快来信耶稣 这是救恩的一个部分 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将来可以站在神的面前 不至于面对使盼 那我要告诉你 神是一个圣洁的神 他一定要使盼你的罪 而神就是要借助基督来使我们成为圣洁 不是我们可以圣洁 是神要使基督的圣洁 加在我们的圣洁 使得我们现在可以来到他面前 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 就会借助圣灵重生 我们就会有一个新的生命 等候着像圣经所说的一个得俗的日子 什么得俗呢 就是我们这个败坏的肉体 有罪的肉体 我们总有一天 会被这个新的身体给取代 叫我们相信 那时候我们就不用活在这个罪里面 受到这个罪恶 身体的这个罪恶的痛苦 到时候我们就会有这种荣耀的自由 真正的自由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没有自由 想做这个就做了 其实也有很多时候你发现到 我们没有自由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想做的一些事情 我们还是做的 就好像抽烟的人 很多的人 他们很难从这个罪点出来 我们其实都是有一些罪的 我们都是罪的这个可以讲话 有时候明明知道要这样去做是好 但是我们却没有去做 知善不能够去死 而耶稣的道理其实就是要改变这一切 他是要让我们将来能够站在神的面前 将来能够脱离这个罪恶的肉体 所以我告诉你 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下来 他死后怀仗了三个人 他的复若证明他是什么生命的主 他是唯一一个世上在我看的 在我看的 他是没有犯罪的 在所有的信徒的眼中 耶稣基督圣 其实不只是在信徒的信徒中 其实在很多很明明的这些所谓的 我们世界的这些伟人 他们在读作各种各样的这些著作的时候 他们都成为耶稣是他们所读作 我们觉得他是最无大的一个 最无大的最完领的一个 他是为我们的罪而死 他并没有犯罪 但是却为我们的罪 他愿意的走上这十字架的道理 人家因为痛恨他 不喜欢他的讲 因他所说的话 带出了一个罪 他的一举一动也带出了那些 认为自己是很好的人 跟他站在一起就发现到 他们实际上比不上他 而且在教导上面 也不能够带领更多的人 就是这些有罪的人 不能够带人 回到神台去 但是耶稣所说的这一切 就非常的吸引 当时那些追求神 犹太人 虽然他们都是罪人 但是他们跟随便说 最后耶稣却被在乌太中那一群 没有罪人 还是一个领袖 给逼上十字架 他为我们的罪死 三天后复 只要我们愿意接受他做我们的救助 神就会把这个 接受我们的信心 把他的这个公益给了我们 这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神知道我们做不到 但是他帮助做到 所以让我们因此有一个永远的生命 可以继承那 故使坏 故会衰残 在天上的这个基因 我们感谢主 还漏了一点 就是不能误会的 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弟兄姊妹们 让我们一起共同 去仰望着耶稣基督 给我们带来的救恩 在这个救恩里面 看着神的连连 继续奔跑这条 给我们的路 在这个连连里面 带给我们这个救恩 是多么的车袍 奔跑这条路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让我们的报告和我们结束 我们在天的父 非常的感谢你 今天带给我们度过这段时间 让我们好好记取这圣经 神借着匹德这个使徒 作为建立教会的 有一个重要的人物 他的教导 是这个教会 一个权力 让我们在他的教导里面 大好地去思考 在写给这些 在逼迫中 患难中的信仰 让我们 从中 也得着你要努力 把一切交托在你手中 做这样祷告 我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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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交托在我们 让我们的联系 那些人 也得到我们 为了 我们的联系